蔡醫師是我的鬼姓,她最小的舅舅是小舅 我們四居都在一個城堂,有車店都住在這裡 我先留下來經營農業,頭上種水果,政府改進政費 所以今天很高興,大家可以來到這裡 我想說,我用同一段時間,讓各位了解這個文心人 如何勝散,如何選擇,如何選擇 選擇以後,我們再做外銷,外銷導日 這樣的話,我們必須要做一個保鮮作業流程 因為我們文心人是以海運,為了降低運輸成本 所以就用海運運輸到日本 那這個廠下班,我們一年大概有150萬隻的切花,外銷到日本 那每一個禮拜,每一個禮拜都就做集貨,檢花之後 搬員,搬員檢花之後,來這邊做共同選別 那我想說,今天剛好就集貨場,在做這個選擇的這個流程 那我想說,讓各位參觀一下,還有文心人是怎樣栽培的 這個都會跟各位介紹 那就,隨我進來 那邊有茶,兩種茶 哇,吹冷氣的 像這個,這個就是我們的搬員 他從圓子裡面,就撿下來 就載到這個集貨場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選別的這個流程 一般的話,像早上集貨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是把這個切花 上這個台車 上這個,等於是新增台車 把所有的花全部集中到這個台車之後 再進到這個冷藏庫 進到冷藏庫,有一個作用就是 我們必須要做這個保鮮流程的一項 就是處理NCP 它是一種乙烯阻絕劑 它還是繼續在有那個呼吸作用 然後它產生 它會產生乙烯 那我們如果處理NCP 它等於是乙烯,一種乙烯阻絕劑 它會讓花對這個乙烯會比較不敏感 所以這就可以 因為我們是用船運運輸 所以就那個時間 運輸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就必須要做這一個動作 那還有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像這個台車 這個台車裡面就有這個 這個軸子,這個水鑿 這個水鑿其實我們就是有放有這個保鮮液 這個保鮮液就讓它充分吸收 這個保鮮液就等於是預措的一個措施 那這樣讓它吸保鮮液 這一個時間大概就是一個晚上 那就是明天早上再拖出來 那就做共同選別 那現在 這邊已經有在做共同選別 那我隨後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等一下這個文心蘭 那個要大家要回去就每一個人一盆 就送給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年輕的舅舅 和有針對 對 這一個台義聽見嗎 有 了 ITA 在鄉下大部份都會講台語 所以我講國語就不太變種 不要緊啦 抱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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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各位看的就是正在做這個共同選別 那我們的班員這個缺花撿來這邊 那其實每一位班員都有編號 像這個花 這個是八號的花 這都都有編號 那每一位班員再來的話 我們就做這個共同選別 那然後共同選別之後 就用這個產銷班的名義來出貨 那就到日本 到日本在日本的政府公司幫我們 拍賣啦 或者是行賬 是這樣的一種方式 那現在就是在做這一個共同選別 那 分等級 對對 我們選出A級B級C級 然後再做紀錄 那個A級就是 長度要九十多分以上 然後 那個分差數要七分差以上 那B級 B級就 八十公分 那個分差 就要五分差 六分差 這樣 那C級就是三分差 四分差 然後七十公分 這樣也不一樣 這樣的一個分子 那 一般的話 就是 我們這一個選別台 這個選別台 是有一個圍洞的 我們說空壁 就一直在動 對 慢慢動 然後 然後 在後面 等下 再做這個 極速 做極速 十支 這樣做 做極速 然後再 再結錢 那解剖一下好不好 對 好 消入我們的價格 給你創作長一點 喔 隨著 其實 這個就是 日本接到貨之後 它會 會送到拍賣市場 或者是 當公司行銷 那 跟貨量 跟品質都有 都有關係 所以 對對對 一支的話 大概在十幾塊 二十塊左右 那 價格好 會三四十塊 我們大概一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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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走高級 又摸進入線 那是A級 你剛才說 對身一支 這個要種多多 才會 才會 這支 我們南非在行程中 是, правильно 從品苗出來 ётся 叫需 餐 当店 十八個月,我們會做一個移植,兩吋,然後移植五吋,八吋,這樣移植八吋,這麼久還可以收賣出去 不簡單,每一支都是新鮮 還是買香蕉來吃比較好 這樣好就做這個貨,不能吃這麼貴 就賞心願望啊 每次都買一盆,然後很熟 這個花我曾經看過有一種像這樣,但是根底也一樣,它上面有點那個 稍微有,稍微有,稍微有另外一個品種,這是五年南西的品種 現在,台北、外銷、日本都存款,日本就比較喜歡這個品種 隨著那個,等於市場導向,大概都擔中全網的這個品種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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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看後面的發音 發音